中国台湾省没错 台湾的台湾 台湾是五月三月四十五月四十五月 这两千六百九九 OK 两千六百九九 打折没有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假日啊来一些比较轻松娱乐一些的哈 因为前几天都是访台比较深入一些的 那最近一些中国网红还有一些粉红路配啊 甚至舔共的台湾人啊 持续在造谣 台湾啊虽然表面上薪水看起来比咱们中国高 但是台湾物价也很高啊 所以薪水跟物价比起来啊 是远输中国的 也就是在相同的生活条件跟同等级的开销比起来啊 在中国存到的钱比较多 以此来说台湾水生活热 我真的说啊 你们大外宣真的要升级啦 偏偏这个大学以下的那些学生啊 诶是可以的 但是出过社会 出过国的人啊 诶你骗不太到 尤其是台湾啊 去年开始啊 出国的人啊 越来越多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韩国YouTuber 我在这个餐会上有遇见他 他今天拍了一个影片说 我这次来台湾 发现台湾的经济啊 比韩国好 他列举了很多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一些点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那上次啊 造谣在中国吃玉米很幸福 还有吃一餐一百五十多块台币 科技与很活的便当的那些小粉红啊 被我打脸多吃之后 这次换成什么呢 比草莓 比草面 比排骨汤 还有比面包 你们是怎么啦 经济通说到要比食物才有优越感了 是吗 OK我们来一一打脸 等等解释一下 为什么台湾人会觉得比这个很智障哈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这个面包的影片 那这位小粉红说 中国面包两块人民币 如果你是台湾流浪汉 你去中国 还有免费的这个两元面包给你吃 所以中国人比台湾人善良 我们先来看这部影片吧 这家面包店路过好几天了 每天都排这么长 你好我问一下 台队排了多久来 刚台队大概在这弄吧 你好老板在吗 你好姐 我想用一句话给你换面包 你看词姐姐 我看一下 我不是医生困难 我就是想挑战用一句话给你换美食 然后 我一定要把这份都买传递下去吧 然后每个人都是有困难的 但是困难是一时的 人吃不吃一室的 能帮就帮吧 对我们的面包一直都是两块钱 让我们回到小时候平年的味道 平年那个时候 就是小粉丝两个钱都能买到 我希望大家一块回到平年 好影片的内容是没什么问题 但问题就是在这个小粉红转发的时候 在上面乱解释 我就问一句啊 在中国大街上有人跌倒车祸 你们会马上好不犹豫的 义无反顾的去帮忙 这些在网路上非常多非常多的影片 对不对 前几个月我还看到有一个中国女子落水 结果呢 全部在那边的中国朋友啊 一个都没下去帮忙 OK 结果跳下去帮忙的 是老外面孔 你总不可能说 那围观的几百个中国人 没有一个会游泳吧 那个老外冲过来 就义无反顾的跳进去就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堆中国朋友来台湾啊 从我大学时代开始啊 他们就说什么啊 为什么你们常常在路边帮助人啊 你不怕是诈骗或是碰瓷吗 相信大家也看过我分享一条影片啊 一群中国游客团啊 在日本观光的大巴士上面啊 窗外见到一个老人骑着单车跌倒了 车上了中国人分分喊 不要去扶别帮啊 可能是碰瓷对吧 结果旁边的日本年轻人马上去帮忙 狠狠打了 他们拿在中国生活经验来看海外的脸 那面包这个东西我就问一下 两块钱是不是一个噱头 最便宜的是两块 因为我刚刚看到他还有一个卖2.5块的哈 那会不会是说你买2块来要办什么会员啊 要除职什么 不知道但有这个可能对吧 而且他影片最后也说了 像我们小时候的面包2块 那就代表现在的面包在中国的均价高于2块钱 全世界都通膨嘛 你中国相比1960年到现在也是通膨嘛 虽然你现在经济是在通缩 所以我就问了 这个面包是什么品种 波罗面包 肉送面包 还是一般没有馅料的面包 2块钱人民币等于8.8块台币 台湾最低时薪183元 按这个价我们可以买20.7片 中国最高时薪北京一小时26.5人民币 也只能买13.2片 中国最低时薪的省是辽宁辽宁 辽宁那个农村一个小时14.3块 只能买得起7.1片左右 所以你要比什么呢 前几个月跟我女友去了欧洲 到法国有一家面包店 这个面包店是得过奖的 很有名的 买了一个面包 多少钱 400多块台币 就一个面包 好了到了他这个甜点店 先去排队 哇这要排排那么久 法国谁生活了啦 法国人穷啦 你想要表达什么 我不知道咧 我跟你们说啊 昨天我跟文昭老师 还有波特王那些人 去聚餐 那前两天啊 我就开始找那些高档餐厅嘛 蛮多人 要订那个盒菜 我助理打了十几家全满 不是说经济差吗 怎么全满呢 我们第一个选择是包厢 有包厢的盒菜 有先 没有全满 推耳求其次是开放空间啦 开放空间也满 最后好不容易啊 花了一两个小时 才找到一家 还有位置的 但是啊他也包厢也是全满 我们在外面的这个开放空间 结果我们现在在苦恼 高级餐厅订不到 你在跟我说两块钱人民币的面包 哇这个格局啊 各大台湾高档餐厅扩大投资啦 101还开了一个自助餐均价4000元的buffet buffet啊 不是套餐啊 也不是发餐啊 4000块啊 结果你在跟我谈面包 下一个草莓 这个小粉红说 台湾人天天催收入比中国高 现在草莓季吃得起吗 吃过吗 能天天吃吗 台湾500G的草莓 折合100到120元人民币 中国啊 27元500G送上门 什么狗屁民主大饼 吃甜饼吧 首先你要了解一下苗栗的大湖草莓啊 跟你说的这个中国草莓 是不是同一个品种呢 是不是同一个水准呢 甜度是不是一样呢 日本的A5和牛啊 跟澳洲和牛 还有美国的牛啊 跟中国火锅店 中国产的牛肉 是同一个概念吗 所以中国牛肉好便宜哦 还合成了各种那个灌水的啊 哇便宜啊 我在中国可以吃200片了 在日本我只买得起一个 A5级的和牛而已啊 一片了 所以日本水生火热了 日本人吃不起了 我们是怎么采草莓的啊 我们大概是二月份啊 我啦 我大概是一到二月份啊 苗栗啊 不然就我们花莲也有草莓啊 但是苗栗的确实比较甜 我们就会去他们的农场去采 采完啦 现场采 洗一下就可以吃了 带回去啊 秤重 我们会去那边 就没有再跟你在意草莓的价格是多少 你在意就不会去啦 会去的人根本就不在意草莓的价格 还怕抢不到好的 那个很甜 看起来很肥美的都被抢走 带大家来看一些网友的留言 台湾人吃不起500克的草莓 因为我们都是买一揽的 哈哈哈 对我也都是买一揽的 哈哈哈 我都吃日本了 真的 日本草莓500G 500人民币 这才是我们的 你要这样比的话 韩国草莓又大又便宜 对吧 但甜度就不如日本 不如英国也不如台湾嘛 是不是 你不能拿这个来讲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 特别高的各种物价 或是特别低的各种物价 像是牛奶牛肉之类的 在美国啊 还有俄罗斯啊 就非常的便宜 蜂蜜在俄罗斯也是非常的便宜 那蔬菜在俄国就相对来说贵一些 那你会说 俄罗斯的牛奶价格便宜啊 没有像中国那样 兑一堆水 是不是也没有一堆科技很过 所以俄罗斯的经济 比中国牛逼 但就不是嘛 你们是差不多的水准嘛 对吧 而且你们知道吗 很多小粉红的月薪 落在3000到6000人民币之间 OK 我们拿4000来举例 你名义上月薪4000啊 那你实际上 你的老板 你的企业给出了 6500多块人民币的薪资 但为什么你实际到手 剩2720元左右呢 也就是老板缴了2585的 五险一金还有一些税给中共 然后把一些企业税转嫁到你身上 而你缴了1282的五险一金给中共 当小粉红跟你说我月入4000 那不好意思 他实际到手只有2700啊 他跟你说他月入5000 那他实际到手可能只有3600啊 換算台币是15840元 我们台湾平均月薪啊 51到54之间 OK 我们抓52好了 企业老板支出的话 就是61593 那给政府缴多少税 9593元的税 这个劳健保嘛 对吧 还有这个6%的退休金嘛 而员工实际到手 还有5078元台币 那健保啊 员工啊 只要自己缴纳1922元的劳健保 那你们五险一金要缴到多少 呵 单位换成人民币啊 OK 即便我拿最低的台湾月薪 27470元来算 员工扣完这些劳健保 实际到手还有26385元 我就问问你们各种的五险一金 税收 消费税 也都蛮高的啊 你们的发票小票里面打出来了吗 没有 欧美制的韩台 都有打给你看你缴了多少消费税 你缴了多少税 在中国没有 所以人民没有那种 我是纳税人的概念 所以啊 你们的福利哪去了 人家欧洲税收跟劳健保费用很高没有错了 但实际上 你们中国啊 税收五险一金也没有比欧洲低很多 那为什么欧洲的福利是尿打你们中国呢 还在比草莓跟面包耶 影片的最后还有小粉红炫耀他吃了一个炸酱面排骨汤 总计19块人民币 换算就是83.6元 然后啊 说台湾有50万的人看到会非常羡慕 那估计美国人跟瑞士人啊 也很羡慕台湾的低价了 哈 台湾远胜瑞士啦 远胜美国啦 你知道瑞士跟美国的评价购买率是比台湾高的 虽然他们物价高 他们的购买率比台湾高哦 于是啊 有台湾网友拿出他们家附近这种小吃的物价 来呛这个小粉红说你看 我们麻酱面啦 炸酱面也落在45到55之间 虽然这里没有卖汤啊 但通常这种汤啊 平均全台湾的价位 注意我是说全台湾不吃只有台北哈 应该落在40到60之间 像我在彰化吃的应该是40啦 台北可能贵一些 台北可能要70 80 但是其他中南部的也没那么贵 所以均价来说是40到60啦 所以在台湾吃跟小粉红一样的东西 我们还不是科技与狠活 我起码风险比他们小很多对吧 我们只要85到115台币之间耶 虽然比小粉红炫耀的83.6还高一些 但我们的薪水不算是你的几倍耶 你们拜托去上网看一下 联合国公布的平价购买力 是什么东西 台湾的薪水跟物价对比购买力来说 是全世界前15名啊 这15名国家 我刚讲的瑞士跟美国赢我们 但德国法国意大利是输我们的 那你们中共国呢?不好意思啊 你们排在第七十几名啊 你们差不多跟那个非洲是同等 这才是理性物实科学啊 说几次了,不读书没关系 多上网了解一下联合国的数据 例如你考试考了80分 结果你跟老师说数据是死的 虽然啊,数据上面写我考80分 但我感觉我怎么考了98分呢? 所以请去了解一下 理性科学物实跟你个人的感觉是什么 那还秩许唯物主义啊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各位还有看到小粉 什么奇葩在对比物价 这种赶快在下面多分享 多多分享哈 我是爸,下次见了,掰